因為畢竟來說我們不能否認是 這是對於我們目前生存的處境非常嚴重的一個協議 它不能被這樣子這麼草率的通過 而且在一個沒有理解 不夠理解它所造成的後果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它所解定的內容是極度的不合理 就是我們開放太多東西 然而對面卻沒有相應開放 或是在這樣子可能會 很有可能會對整個台灣的經濟結構造成非常巨大的衝擊 今天我們回顧一下整個服貿協議進到了立法院之後 國民黨的態度 在上個禮拜是由民進黨的陳希麥他當召集委員 他只要去逐條審服貿 那基本上來講對於條約這種東西 我們當然就是要一條一條慢慢的去審 來確定說這個條約的內容到底有沒有對我們國家人民是有益的 那可是在上個禮拜的整個程序 我們看到國民黨完全不想要一條一條慢慢的來審 這個法案他就只是想要趕快整個包補表決 就符合整個行政院的意志 迅速的通過 讓整個立法院像是橡皮圖章一樣 所以在整個對中國的服貿協議來講 無論是程序上或者是實質內容上 他都是有非常大的問題選擇 我們都會示範 包括大家的長care 部份 還有一條不同的 我們都會示範 英文公司 都會示範 看起來 谢谢大家